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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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想见 不想见 那一人 那一面 也不愿你我错过的流年 不一年 不一言 谁留恋 谁无言 擦过剑 缘分就别再争辩 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似 爱也软 用一时不自知 到如今 漫尘风雨也别解释 用尽天下的钥匙 难解人间的相似 大雨将至满地潮湿 记忆一眼坎在流逝 多年以后每段故事 从来结尾都相似 别说往事 别说何时 眼泪轻时刻而止 得失离散总会有咒而浮世 得失离散总会有咒而浮世 都相似无稳 叙启 叙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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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皇上 皇上 要不您先起来 皇上 您这样小舍子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皇上 皇上 要不 您先吃点东西吧 您这样下去 恐怕您的身子 皇上 小舍子求求您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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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为别的 您也得为了杭死药 和皇后娘娘想一想啊 他们要知道您这样 作践自己的身子 他们不知道心里 得有多难受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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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舍子 是朕无德无才 无心间患 还会导致大明 十万将士 惨死 不 不 不 如今 若若敌人手中 朕 朕对不起社稷 朕对不起大明 朕 朕犯如此大的错误 怎么还要练 苟颜残穿 活在这个世上 小舍子 你若是 朕对朕重心的话 就成全成了 皇上 皇上 朕 朕 朕 大哥 大哥 怀来那边的明君 听说他们的皇帝 被抓了 立马就溃不成军了 你猜猜 猜猜咱们抓了 他们多少人 足足有十万人哪 把受了重伤的都赶出去 全部都赶出去 不赶出去养得己吗 大哥 是不是熏府那边 不太顺畅啊 这个杨红 明知道他们的皇帝 在我手里面 却迟迟不肯开城门 还有那个朱祁镇 也跟我玩什么器杰 玩什么绝食 这死了就死了吧 这败君之将 他没死在战场上 这本来就是羞耻 别胡说 汉人最讲忠孝 那些明兵要是知道 咱们把他们的皇帝 给杀了 一定会伺机报复 还记得我们的祖先吗 当年他就是被身边的 小太监换了药 才英年早逝的 而那个换药的小太监 就是当年背着宋少帝 跳海的陆秀夫的后人 这这么说啊 这皇帝的命还挺金贵的 我瓦剌不过百万人 而明朝有上千万人 再说我们出来这一个月 遵兵折将也有上万 而后背补给迟迟不到 要是这个时候 让那些明兵知道 我们杀了他们的皇帝 他们肯定会伺机报复的 到那个时候 局势就会颠倒过来了 大哥 那怎么办啊 他真就不想活了 谁能拦得住他呀 太师 您不必担心 参见太师 太师 这件事就交给小人吧 你有办法 朱祁镇的性子 我太熟悉不过了 他只不过是 逞一时的面子 怕别人骂 是王国之君罢了 太师 再饿上他两天 保证他气焰全无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别偷懒 快点 走快点 干什么 别偷懒 都走快点 快点 全都走快点 是周强救了你 周强呢 他在前面 放心吧 他没事 这瓦剌怕受灵来 把重伤的人 都赶了出去 你再忍耐忍耐 把身体给养好 等养好了身体 咱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 快走 你们俩 跟上 快点 怎么回事 跟上 起来 别动了啊 跟上 快过去 别碰 打仗哪有不伤人的 快 起来 走 这位兄弟 大夫马上就来了 韩大夫 韩大夫 这儿只有香灰 虽然不好用 但多少能治点血 你给大家分点 来 现在我们缺少粮食 我们要去抢 他们的粮食 所有士兵都坚实点 拿出青石来 提前出我们 马拉平的力量来 走 杭大夫 他们说的什么 你听得懂吗 好像说 要把他们带走 去抢另一个地方 这位混蛋 你 小心 多倒点 杭大夫 你想干什么 我想试试 给咱们弄短吃的 干什么 杭大夫 我 恶魔器 恶魔器 是 小春子 要是朕死了之后 你记得跟皇后说 说朕 没有使了大明天子的气节 气节 气节 皇上 还认得微臣吗 皇上 你还没死 我当然没有死 而且我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样 皇上 那些黄泥金疮药 味道还不错吧 你个卖国贼 卖国 我卖什么了 我还有国家吗 我勤勤恳恳几十年 好不容易做到了太医院院判 都是你这个昏君 因为一个女人 把我送进了天牢 还有那个孙氏 我忠心耿耿地跟了她 那么多年 结果 她居然可以看着我 看着我去死 老天爷偏偏不让我死 我告诉你 你们欠我的 我会全部的 变本加厉地逃回来 我要杀光你们 我要用整个大明 为我的这双断腿陪葬 把她弄过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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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特别想知道 我现在要干什么 别着急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程十三 你敢失君 放心 她死不了 好 我只不过 是想让她闭上嘴而已 我要让她一直 这么痛苦地生活下去 我要让她记住 自己是瓦剌人的阶下囚 也要让她记住 大明的十万士兵 是她害死的 好戏就要开始了 好戏 拿来 程十三 你个叛徒 皇上 好好享受吧 皇上 皇上 这可是草原上最好的养奶了 我怕你下辈子 得一直享这个福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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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说了 皇兄命我监国 我就有决断权 这五十万两银子 必须得出 殿下 三次派兵 已经耗干了国库 五十万两银子 户部实在是拿不出来 胡说 这怎么可能呢 殿下 不是汪国公推托 据臣所知 户部确实没钱了 如果倾天下之力 倒是能凑出五十万两银子 但到那时朝政怎么办 民生怎么办 万一也先收了银子 却不肯交回皇上 那咱们连为之一战的 军饷都没有了 那咱们连为之一战的 是 是 是 于东阳 你是兵部尚书 徐有贞说的是真的吗 确实如此 皇上 走 回来 回来 皇上 皇上 您肯吃了 皇上 这是奴才按照 杭思药的方子 做出来的尽心养神汤 小船子 你放心 朕不会再寻短见了 朕要吃的宝宝呢 朕已经想清楚了 连成十三那样的人 都能够活到现在 朕有什么不能忍的 只要活着 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小船子 去打盆水来 朕要敬面 此处地形咸耀 必须要派重兵把守 听说你想见我 不是见 是赵 顺宁王 你为我大名臣子 见到了朕 还不赶紧下跪 你还在我面前摆你那皇帝的威风啊 看清楚这是哪儿 这是土木堡 不是你的紫禁城 老公 你 臣记受顺宁王诀 当为吴明皇固守北疆 涌出鞭幻 城中报国 长生天在上 可见臣昭昭之心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啊 这是你继任顺宁王时的表彰 朕记得 你却不记得了 可如今忠在哪里 忠在哪里 你难怪 长生天在你心中 根本就一文不止 你说是吧 竟敢对我大哥无礼 老子一刀批了你 皇上 老子一刀批了你 要想失君 这把刀不配 配沾大明天子避险的 可不是这种普通的刀 大明天子果然不同凡响 也先佩服 佩服 不知皇上召见 有何事下呀 联络怀来城守将 送朕回北京 若你有悔意的话 朕可饶你犯上之罪 多谢皇上宽宏大量 臣感激涕灵 皇上吩咐的事情 臣立刻去办 之前有所怠慢 快 带皇上去我的王帐 给他沐浴 更衣 来人 在 请 请 皇上 大宫 请 这个皇帝不简单哪 真想送他回去 別以為他在我面前 抖抖威風 就能嚇唬住我 休想 我之前 已經想到了一條妙計 程十三說得對 這個活皇帝 要比死皇帝有用 皇后娘娘駕到 好 你們都不願意出錢 本宮來拿 參見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身體如此不便 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這些年以來 皇上 待你們這幫大臣 可謂不薄 如今皇上身陷完了 你們竟然如此薄氣寡意 皇上 這些 是本宮的私材 和陪嫁的東西 于東陽 你就拿這些去輸皇上吧 若是寒暑不回來 就當皇上他命苦 白做了大明天子 還有這些 都拿去吧 要是皇上不在了 我這個皇后還能毒火嗎 皇上 毒辱臣死 我就算拼了全國的力量 也會把皇兄救回來的 大哥 怎麼發財了 怎麼發財了大哥 這麼多錢哪 怎麼樣 這主意不錯吧 輕輕鬆鬆 五十萬兩到手了 大哥 你說咱們晚了 一年最多最多 也就二三十萬兩 銀子的歲入 這一切來這麼多錢 來來來來 過來 把這個給托布花送去 一看就是皇室用品 正好配得上的 來 來 大哥 你看 這些錢咱們都已經拿到了 要不然咱們就把那個皇帝 給送回去吧 不是 最近這段時間 我經常去他那兒 我覺得這人還挺不錯的 有勇有猛 哪兒那麼簡單啊 好 這樣 你給他們再寫封信 就說 我呢 擔心皇上安危 要親自送他回京 只是現在啊 苦於沒有君相 所以讓他們 再送一百萬兩來 多少 一百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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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蛋 竟然交了贖金 這樣一來的話 一先只會要得更多 皇上 娘娘他們 也是擔心您受苦 奴才聽說 皇后娘娘 連奉差都捐出去了 是朕不能 是朕不能 是朕不能啊 是朕不能啊 還要一百萬兩 殿下 這次的錢 是絕對不能給的 臣說過了 只要付了錢 瓦剌人 肯定會獅子大開口的 您看現在的情形 不都被臣說中了嗎 殿下 那要是不給的話 皇上的性命就 百年以後 我們會 被石書上給罵死的 是 給 必須給 只不過這回 俞東陽得跟著去 一手交錢 一手交皇帝 殿下 咱們沒有多餘的兵力 再說一百萬兩啊 戶部是實在拿不出來 那就賣我的封地 成州城做價一百萬兩 總有嚴商願意買吧 殿下 殿下不可 絕對不可啊 皇上走時 把大明的江山都托付給了我 我不能讓她失望 太后娘娘駕到 前天賣了皇后的奉差 今兒可要賣王爺的封地 明兒 是不是要把哀家的人壽宮 也給賣了 恭迎太后娘娘 恭迎太后娘娘 好 這次的銀子不能給 就算是請全國之力 瓦剌人也不會放皇上回來 那難道讓皇兄在瓦剌一直受苦嗎 皇帝率六軍親征之時 曾經下令 成王監國 可皇帝北守暫無歸期 大明不可一日無君 古哀家提議 舉成王集皇帝位 太后娘娘 皇兄還在瓦剌 我不能 要是皇帝一輩子都不回來呢 皇上 是哀家一手撫養大的 如今 他落入瓦剌人之手 哀家心裡比誰都傷心 可是哀家 時刻都記著 先皇的註託 要替他看護好大明的江山 要守住朱家的平安 也先如此之舉 分明是狼子野心 想毀我大明 所以為今之際 只有另立新君 百姓知道國之有主 才能民心安定 瓦剌人知道無計可施 才能示弱 朱祁鈺 哀家不是問你願不願意 生為朱家之後 你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 兒臣不敢奉詔 皇兄命我監國 不是命我妾國 就算是太后娘娘言之有理 祁鈺也寧願等著皇后娘娘 產下腹中的龍子 再做決定 殿下 殿下三思啊 你要為大明江山 為社稷著想啊 退朝 你聽娘說 鈺兒 你別犯傻 咱們母子苦了這麼多年 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你去跟太后說 你願意登基 願意啊 小馬子 請太妃娘娘回宮歇息 是 鈺兒 鈺兒 太妃娘娘 這是多好的機會啊 你別犯傻呀 鈺兒 太妃娘娘 您還是請 王妃 請聽臣妾一言 王妃有話儘管說就是了 起來吧 臣妾想請殿下 儘快繼承皇位 是 別說了 本王不想聽你說這些 你起來吧 殿下莫非以為 臣妾是貪圖皇后之位嗎 是 我爹 或許想盼著您登了記 自己做了國賬 好作威作福 可臣妾不是這樣的人 國不可一日無君 殿下 請為天下蒼生著想吧 只要您登了記 就可以號令大明 奪回皇上 臣妾為了避嫌 也自請休書一封 馬上離開京城 如此一來 我爹就不會仗著外妻的身份 作惡了 您不必如此 我不想登基 是因為我不想 對不起我皇兄 皇嫂 可殿下有沒有想過 萬一皇后娘娘 生下的是個公主怎麼辦 殿下 皇上把大明的江山托付給你 你難道就因為害怕 擔上一點惡名 就知天下百姓於不顧嗎 老爺 三更了 快歇息吧 夫人 你知道今天在朝上 太后要毅力成王殿下 為新皇的事了嗎 皇上對我有知欲之恩 可是現在 我大明的情況危急 果不可一日無主 恐怕我要做一次抉擇了 老爺是為了大明 為了天下蒼生著想 才不得不如此 只有絕了瓦剌人念頭 大明的危機才能解除 皇上才可能 被真正安全地迎回 所以就是背上千古罵名 就是被人說成是不忠之臣 我也必須要這樣做 皇上 請您體諒臣的一片苦心 臣是不得已而為之 請皇上放心 臣一定保護好您的皇子 保護好皇后娘娘 未定國際 未安民生 臣于東陽 請成王殿下暫赦大統 請成王殿下暫赦大統 可是我實在是無德無能啊 宗廟之禮不可九況 成王 哀家已經並股之禮了 要是幾個月後 皇后生下的不是皇子 那我們朱家的天下 是不是要斷了奉紀 羽兒 哀家 求您了 母后 臣等求您了 皇上 既然你們都這麼說 那麼 好吧 諸位大臣 今日之事 是哀家為了天下大忌 逼請成王暫赦地位 後世之人若要斥馬 就讓哀家來做這個罪人 請成王殿下即刻正位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取龍袍來 不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不皇萬歲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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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兩廟 大明正統十四年九十 成王朱祁鈺 遵太后命繼位為帝 改元謹太 並遙遵英宗為太上皇帝 不 不 我沒想到這個登基大典 竟然這麼累 皇上 這以後啊 您得自稱朕了 對呀 我現在 朕現在是皇帝了 那朕的話不就是聖旨了 那是自然啊 您是天下之主 您的王妃自然就是皇后了 連奴才都成了御前太監了 這麼說朕的母妃就是皇太后了 朕現在就可以把她接進宮來住了 應該是吧 奴才記得當年服侍皇上讀書的時候 不是說過唐靖宗那會兒 就有兩宮皇太后病例的事嗎 當年太皇太后雖然下旨 不許太妃娘娘常居宮中 可是 可太皇太后的旨意 哪能跟您的聖旨比呀 那你一會兒就去叫江淵 來給朕擬旨 朕要立刻冊封母妃為皇太后 遵旨 原來這就是做天下之主的滋味 怪不得那麼多龍子鳳孫 滋滋以求 皇上 您的寢宮也應該搬到 乾清宮去了 不行 那是皇兄的寢宮 皇兄還會回來的 那您也不能老住在片宮裡呀 行了 你先去傳旨吧 你們都先下去吧 朕想一個人靜一靜 遵旨 允賢 朕現在是什麼都有了 可是你為什麼卻不在了 太后娘娘千歲 平身 哀家苦了這麼多年 總算盼到好日子了 娘娘是皇上的生母 這以後的福氣啊還多著呢 這不 皇上的旨意剛下來了 那些太妃娘娘們就扒著送東西來 光是那些東阿阿嬌就值萬兩白銀 這就對了 太后就應該有這些 皇上安排哀家住哪屋啊 皇后娘娘還沒搬旨呢 不過不過奴婦聽說 孫太后娘娘的身子好像很不好 只怕沒幾日就能把仁壽宮給讓出來 是嗎 可是 可是 孫姐姐萬福啊 太上皇帝還在瓦剌盟難 你身為皇太后 卻一身心衣 招搖過勢 哀家身著的是皇太后嘲服 並未有失體統 孫姐姐多慮了 你剛才稱自己是什麼 玉香 把內閣大臣請封皇太后的奏折 給哀家再背一遍 是 皇上慈笑 欲與天下孝養尊親 故尊孝張皇帝皇后 孫氏為上聖皇太后 賢妃吳氏 亦為皇太后 而無尊號 以稍別等微 哀家為敵 你為恕 就算皇上是你親生的 你也要記著 你永遠敵哀家一等 在哀家面前 你只能稱臣妾行非禮 聽明白了嗎 臣妾知錯 你也是皇太后了 別動不動就跪 叫旁人看了 還以為哀家刻薄你 是 既然皇帝 也執意要你進宮 太皇太后那道 永不許進宮的旨意 也就算了 皇后已經把接縫宮 收拾出來了 以後你就住那兒 是 玉香 謝謝 為什麼我就是當了太后 也要低她一頭 来 何大夫 李大哥 肉 赶紧给小豆他们吃了吧 多亏你了 杭大夫 谢谢杭大夫 谢谢杭大夫 是啊 杭大夫 你怎么会将瓦剌坏 我爹以前是守北江的 我也就指挥那几军 要不是你冲过去 跟瓦剌军官讲 你能治好他 我们这批人 早就死了一大半了 对啊 是 更别说 现在能给吃上点药 话说回来 杭大夫 那天实在是太危险 万一那刀真砍下来 你怎么办呢 是啊 杭大夫怎么办 对啊 其实我也挺怕 但左右都是一丝 还不如赌一把呢 喂 姓杭大 你不是要打听 你们皇帝的消息吗 不是 杭大夫 他好着呢 我该怎么了 你们明朝付了 五十万两银子 探师马上就要 放他回家了 真的 真的 那我们呢 那我们怎么办 放心 放心 他们既然肯收银子 说明这仗肯定不想打了 咱们再等一等 肯定能一起回家的 对啊 我们一定也能回去的 能一起回家了 一夜都回家了 能回家了 太好了 能回家了 太好了 也不知道 浅姐姐听到这个消息 会有多高兴 也不知道小皇子还好不好 曾以为 只是寒冷如常的冬天 无关我 倔强的执念 如果冰冷的大雪 冰冻了一切 我会等在远点 等你出现 也许誓言会改变 岁月会试过境迁 不断的上演 不断的蜕变 哪怕沧海丧天 时间老去了容颜 依旧白衣翩翩翩 直到那一天 再回来与你相见 到那天 一起回到熟悉的地点 看舞台的世界 看灯火映着你的脸 到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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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回到最初的大雪 忘了执念 和丢失的一切 时间老去了容颜 时间老去了容颜 依旧白衣翩翩 直到那一天 再回来与你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